不是赵极伟 不是张震宁 总决赛MVP归属有变 阳明清点黑马 郭艾伦遗憾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BA联赛 聊聊CBA总决赛MVP归属有变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整个CBA总决赛系列赛的进程 也是让整体形势人员的敲定有所变化 这样一个队员也有大概率能够去超越赵纪伟 超越张震宁 成为辽宁男兰去争贯绝对的最有价值贡献的这样一个球员 那么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有点赞将会更多关注和支持辽宁男兰 更多喜欢辽宁队的球迷朋友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CBA联赛 聊聊总决赛MVP的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CBA总决赛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而辽宁男兰在昨天这样的比赛里 依然打出了强势的表现 目前球队是2比0双杀了浙江队 那么也是把比赛带回了主场 这样的一个比赛情况 确实让广大球迷看到了辽宁队 能够在本赛季成功未免的绝对希望 对吧面对着浙江男兰辽宁队在场上 他们无论是在节奏 还是整体这种体系上 都是能够去夹着对手 关键时刻也是要优胜于浙江队很大一截 所以呢关于这一次整个总决赛的形势 相信目前大家都应该有了一个定论 而与此同时随着总决赛的这样一个形势出炉之后 那么关于本次总决赛MVP的奖项可能大家也是抛为关心 因为总决赛MVP我们一定是想给到 那在整个系列赛当中能够做出最大贡献的这样一个队员 对吧 而在此前咱们也看到CBA官方在这一比赛之后 当时是公布了总决赛MVP的人员领跑榜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榜单 我们看到辽宁南来方面领跑本次榜单的是三个队员 分别是韩德军赵继伟以及张振宁 可以说这三个队员在此前是很有希望去拿到总决赛MVP 如果他们保持稳定发挥 拿到这个奖项概率非常大 但是在J2比赛之后 其实有一个黑马人物是正式杀出 也是极有可能会超越赵继伟超越张振宁 成为总决赛MVP最佳人选 这个人员是谁呢 就是辽宁南来的球队内线队员李小旭 那么其实在J1的比赛结束之后 当时很多球迷并没有去太看重李小旭场上的表现 因为在J1的比赛里李小旭打的是不温不火 但是在昨天J2的比赛当中 李小旭真的是打出了完全爆发式的上升表现 昨天J2的比赛里 我们看到李小旭全场比赛是拿到了12分15个篮板 其中7个是前场篮板 那么这样的表现真的是不愧当年国产魔兽的称号 在场上李小旭给到球队整体的贡献 不仅仅是局限于篮板球 在整体的防守在场上 那么球队需要进攻的时候 李小旭也能够一锤定音 所以种种表现叠加之后 我们看到昨天比赛场上李小旭 他的正负值是正25 位居辽宁南来全队最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正负值也体现出了李小旭在场上的价值 而且在比赛之后可以看到辽宁南来主教练杨明 也是钦点李小旭 那么也是去感谢他给球队所做出的贡献 所以在本赛季 只要说李小旭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么辽宁南来如果说在四场比赛之内结束战斗的话 李小旭就极有可能会夺得本赛季总决赛MVP的奖项 而且我们也看到总决赛MVP一直以来 评选也是以内线球员更为优势 对吧 那么这也对于李小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而在辽宁南来效力长达18个赛季以后 那么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 也是李小旭在个人退役之前获得的非常好的一份礼物 但是与此同时 当李小旭获奖之后 其实辽宁南来其他队员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一些遗憾 像郭尔伦本轮总决赛一直没有登场比赛 那么后续他能不能够去登场 去完成个人在本赛季总决赛的首秀 可能也要打上非常大的疑问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辽宁南来能够去稳扎稳打 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比赛当中辽宁队打出更好的表现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之前辽旧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提新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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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